這麼煩 還坐著 還坐著喔 他還坐著 我今天要告訴你Plan B Plan B就是你要 大家好我是安正 我是萌萌 歡迎來到萌生夫妻的頻道 大家看到後面 恰恰 熟悉的背景 那就是 核心 嘿嘿嘿 那今天是我們第34週了 32 喔對32 現在是我們32週 搞不清楚 我們上次的產檢有說到 就是目前是胎位不正的狀態 就是BUBU現在是坐著的 他的頭沒有朝下 今天有很重要很重要的任務 也不到任務吧 你也笨 也沒有的任務啊 這要怎麼講 好啦反正今天我們最重要的 就是要來看BUBU他的胎位 到底轉正了沒有 看他有沒有聽話 他有沒有乖乖 那除了產檢以外 今天我也會跟大家分享一點點就是 我們自己親身體驗的一些 公立醫院跟市立醫院 就實際體驗的差別 那我們就進去 產檢 Let's go OK 你又要量體重 上一次我們量是多少 53.7 53.7 所以今天我們就 等一下再量 你就大概會知道有沒有胖多少 因為其實 上一次產檢跟這一次產檢 默默的肚子差蠻多的 有嗎 有啊 有啊 這一小段時間 默默的肚子 不然瞬間變 搭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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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去 所以 53.7 你們猜猜 會是多少 等一下量完了 現在在下面留言 收到兩體重 你就偷懷抱 心機好重 多少公斤了呢 那我睡第十台 睡第十台 15.1 算是53.7 所以是多多少 欸 重1.4公斤 還可以啦 應該 有很大部分的重量 都是你小孩的重量 希望是昨天的牛排 喔對 昨天我們吃牛排 有關注我的IG的 應該就有看到 如果你沒看到的話 還不可以關注我的IG 好的 那我們上次去公立醫院的時候的體驗就是 就是從頭到尾等 我們網路過號接我們是32號 我們還沒去現場 我們看手機它已經過號 就是它原本上面寫預定是11點 結果我們明明就沒有知道 但是我們還沒有出發的時候 它就已經過號 然後我們就覺得 那為什麼要在網路上面設立這一集 就是 就網路上為什麼要告訴我們大概幾點到 但它還是有補一句說 以實際看著時間為主 對 但是差很遠 就是那個 可能大家都覺得前面都會過號 所以就一直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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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這也是有可能性 然後 我們去的那家公立醫院呢 它是 婦產一期 公立醫院都是婦產一期 對 所以 在等的時候就有很多阿嬤阿姨阿 都在旁邊跟著我們排隊 就是需要等比較久 然後就是意外狀況也會比較多 最重要的事情是我們已經 就是把卡叉進去 等了一段時間 大概半個小時以後 我們就 被提醒要去做衛教 然後要照超音波 然後我們就又去超音波那邊走很遠 超音波又等了半個多小時 因為只有一個技術師 只有一個技術師 然後我們走進去了以後呢 躺在那裡 狗一狗 拍一拍 他也沒有講話 他也沒有告訴你 他有跟你講 他說看起來還不錯喔 都還蠻OK的唷 結束 就這樣 然後起來的時候就是 自己擦那個凝膠 自己擦凝膠 有些人會覺得擦凝膠無所謂 但事實上其實 你不知道就是孕婦 他其實要自己去擦那個凝膠 他看不到凝膠擋在哪裡 對 所以 就覺得 傻眼 好吧 那我來擦 就 我擦的時候也好像 也是 他那個 他是用那個布啊 然後也擦不太乾淨這樣 因為他不是用那種 比較容易擦起來的指徑 所以就 體驗就沒有很好 然後好不容易拍完了 我們就去到了 再去門 門診 我們又等了快一個小時 最重要的是 我們進去 一坐下來 醫生就想問 你有什麼問題嗎 可能是因為我們是 轉診 也不到轉診 你第一次去那裡看 可能他會覺得說 你有什麼大問題 所以才要來大醫院看這樣子 對 但事實上 就是進去他只跟我說 只問我們說 你們有什麼問題嗎 我心裡會說 你XX你才有問題 我XX 你是醫生耶 你問我有沒有問題 然後你連超音波的圖也都沒有看 其實我後面我是蠻生氣的 我會覺得 進去他不到三分鐘吧 沒什麼問題 喔那我們就預約下一次看診 我心想你在玩我嗎 拍了上個小時 你就是這樣子 一句話你有什麼問題 人就打發明了 所以我就很生氣 醫生也看蠻多 他已經從 他是早上診 他已經看到下午一點多了 是啊 也是蠻辛苦的 是辛苦 但是 我還是必須中立的說 就是 不是每個公立醫院都是這樣 但只是 我們的第一次的公立醫院 就 體驗就是這樣 體驗就是這麼差 所以最後呢 因為默默也差不多到這個長期了 我們也想說 那就不要糾結這件事情 而且之後還有兩個星期去一次 然後會這麼累 我會更堵 沒有啦 所以呢 接下來 像現在目前 幾週 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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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二週了 對 其實 你生產也沒有剩多久 所以也 不要有太多的 變更 在價格上面的話 我們在公立醫院看是 五百多 可是在 核心這邊大概八百 其實沒有差很多啦 而且 而且這邊看著 你還可以看到你 鬼滴的超音波照片 還可以帶回家收場 對 手機裡面都會有 或者是說 你可以選擇 在整個產檢的時候 都在私人的醫院或診所 那到最後就是 快要生產前 因為它有說 多少 多少週之前 可以轉診到一般的醫院 或是別間醫院 只要你的資料都是齊全 然後你的胎位都OK的話 都會沒有問題 所以 就是兩邊都有好有壞 我覺得時間很 很 很 很重要 花時間呢 剪影片跟大家看 這個比我 坐在那邊 一直排隊來的更有價值 大家說是不是 大家試的話 別個讚好不好 好那我們現在 準備要進去產檢 Let's go 你有拍到那個 像異形 在動的嗎 有時候會有那個 他會這樣子 可是有時候叫他看之後 他現在就懂得 就沒了 嘿嘿 同性相似 他 他 他 還坐著 他還坐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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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我們 胎位不正的那支影片 很多人說 很多都在34 35 左右就一個 華麗的轉身 他就球就下來 所以我們可以再試試看 還是有機會 但是 如果34週之後 都沒有 我記得你今天要給 告訴你Plan B Plan B就是你要想 萬一他們轉過來 大概什麼時候看得到 他會不認小孩 可能會提長通知 你看你兒子 跟你一樣叛逆 你比較叛逆吧 說我叛逆 這個全世界的 爸爸都一樣 就是小孩不好的 就是說像別人 沒有好不好 我老公也是只要不好的時候 就說 你女兒 又幹嘛了 然後我就說 他是姓你的姓 對啊 這個是那個 我想開始的特權 是可以 罵別人的老公 違背神器 32週 1700可以了 對啊 因為下一次回來 大概就會超過2000 一樣你可以趴著 對 還是有機會轉 但是隨著週數越大 機會會越低 嗯 那寶寶 尤其是追溯胎兒 因為他的氧氣來源 是來自於胎胎 所以 代產過程當中 子宮收縮 會讓胎胎血流變少 所以如果有出現 我們講說胎性變異 像現在你的胎動啊 什麼都很好 或是我們在照常播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 他一些 就是血流變化 那些都是給我們一個證據 所以目前胎胎功能 是還好還算正常 好的 看來你兒子 我們還有兩個禮拜的機會 他可以自然產 如果 如果 如果他 沒有自然 那 如果他沒有自然 就是這禮拜 我們要儘快 運動啊 你要繼續 爬 那個 我們上禮拜有說的那個貓式 就是 你在叫我剪片嗎 那剪片 會什麼關係 就是 晚上要 你要空前運動 你屁 我就算今天不剪片 你也不會去運動了吧 還不像坐在別人的辦公室裡面 你說牛巴的辦公室嗎 欸欸欸 牛巴中槍 好 那我們先去披假 那最終一樣 就是最後最後 我會把所有的費用 統計起來 跟大家說在核心產檢 大概要花多少錢 Let's go 我們今天的話 因為我發現使用手設備 是下一個 所以有補助超音波 那整個產程 就有補助這一次 所以今天費用是300元 OK 那我們已經產檢完啦 那 真的 不不乖乖 你兒子啊 對 也是你兒子啊 屁欸 誰比較叛逆 大家也看不出來嗎 怎樣我只是臉臭 也怎麼樣 臉臭就是 也有叛逆的因子 兩個都很叛逆 不用爭誰厲害 好不好 你看你的體重多叛逆 要怎麼叛 那不是叛逆 那接下來就是 兩週後 我們又要再來 那 希望大家看到這支影片的時候呢 可以 幫我們 祷告 念經加祈禱 真的 希望他能轉過來 因為我們還是 比較期望他能自然產啦 對 如果他真的是要剖腹產 我只能說啦 認了啦 認了 那 很期待 算一算 用手指頭已經算得出來 他準備可以出生的日子了 那 醫生說我們要挑一個時間 如果真的是要剖腹 對阿 剛剛 大家好不好 幫我們看一下農民歷 哪一天 比較適合BUB的誕生 在下面留言 那我們可以算名字 因為你可以決定他哪一天哪一個時辰出生 哪一個時辰可以嗎 不行嗎 可以阿 幾秒怎麼算 他怎麼會 差三秒差五秒 然後就趕快 十成只有算 只有算時間 會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呢 記得給我們一個讚 並且把這支影片分享 給你也正在懷孕或想要懷孕的朋友 同時間呢 記得要訂閱我們的 Youtube頻道 還有我們的IG Facebook 那我們就 下支影片見 掰掰